咖标枝放在我旁边的这款是叫做Paragon的咖啡器具 它是由世界咖啡师大赛冠军Sasha创立研发 它声称相比传统的过滤的咖啡器具 这套器具能提升40%的咖啡中的香气 出于好奇的我 就大概在两周前我通过裙接龙的方式 买了这么一套咖啡器具 它分为支架和金属球 像这边的绿杯和绿壶 不是属于这一套 这一套是只有滤架和这个金属球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开箱以及组装的方式 我买的这个是组合装 它就把冰球拆开来卖了 作明书 然后垫子 冰球 看一下它的质感 就是我发现它这个颜色 看起来很像金的那种感觉 里边你看 是这个架子 一个主杆 我先把主杆拿出来 两个托盘 放球的低绿的盘 然后这个是接韩鱼的咖啡液的一个托盘 接下来是架子 一共是三个架子 下面还有一次 这是底部的托盘 这就是所有的这些部件 等下我们把它组装一下吧 整个架子的组装其实很简单 做工质感呢 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 金色的球呢 它是泰球 球芯里边你如果摇晃的话 它里边是有液体的 那使用之前呢 是需要冷冻两个小时以上 让球完全冻起来 为了搞清楚这一套咖啡器具 它的功能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打算用不同的制作方法来测试 看它在制作手冲咖啡上 以及意识咖啡上表现格子怎么样 另外呢 我们也采用了不同的烘焙度 以及不同处理法的咖啡兜 来分别制作对比 那我们先测试了手冲咖啡的制作方式 那分别呢 采用了水洗的I-S的谷钉钉 以及巴拿马的日晒的归下 做了第一轮的对比测试 那我们对比了一下 使用金属球 和没有使用金属球的味道的差别 那水洗的I-S的谷钉钉 由于它本身的干净度非常高 而且有很明亮的酸质 那我们在制作完成之后 适合对比了一下呢 感觉除了香气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用了金属球的这杯呢 在闻起来咖啡香的时候 会更明显一丢丢 但是没有特别多 咖啡喝起来 其实两杯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但是在做巴拿马日晒归下的时候 那由于日晒豆 它本身就有着这种咖啡果肉的 很明显的发酵的 酵感的香气 所以说呢 用了金属球的这一杯呢 它的香气更浓郁 在闻咖啡液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那喝起来感觉香气会很丰富 甜感更高 它更甜 那另外呢 用冰球的这一杯咖啡 那因为它是经过了冰球的 所以说它的咖啡液体呢 会相对略低一些 那我猜想啊 就是咖啡液的温度 对这两杯咖啡的口腔的触感 以及香气的品鉴 它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所以说呢 我又尝试着用杯测的方式来错吸着喝 因为错吸喝的话 咖啡液的温度就不会影响太多 那也不会被杯子里边的香气所影响 在错吸着喝的对比的时候呢 就感觉两杯的味道呢 它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做了浓缩咖啡的对比测试 因为用了冰球的这一杯 在萃取的时候 它会适当的吸附一些咖啡液中的集气粉 所以说喝起来会相对更顺滑一点 更容易入口 但是因为咖啡液体本来就很少 所以说呢 用了冰球的浓缩咖啡 它的温度会比较低 喝起来就是温温的 就感觉有点小奇怪 不用冰球的这个浓缩咖啡呢 它温度喝起来会相对更舒服一点 但是呢 会有一点点色感 那最终对比下来 我觉得在浓缩咖啡的制作上边 两者相差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它可不必这样做 测试完了之后呢 我就在想 那这个冰球啊 它确实是能够保留一些咖啡的香气的 那么是不是只要是咖啡液体 经过一个温度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冰球 它就都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那为了弄清楚这样的一个原理 于是乎 我在万能的某宝上 又花了24块钱 买了两颗不锈钢的冰球 这个冰球呢 那是很多调酒师会用到放调酒里面 那我打算呢 跟这个原装的球来做一个对比 那我们呢 就打算来做一个平行的对比 为了做这个对比 真的是 我测试了好多不同的咖啡豆 和不同的制作方法 那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 也尽可能的来保证 这两者的制作环境和数据是一致的 所以说呢 我也找了一台咖啡浓度仪 制作完成之后呢 也可以通过浓度的数据来进行判断 有差别吗 没什么差别 感觉好像没什么差别 我很想努力的喝出差别 但是我还是喝不出来差别 可以买普通球也可以 好不好 不想测了 真不想测了 那通过多次的对比测试 不管是水洗的SI 还是日晒的巴拿马龟夏 那我用到这两种不同球的咖啡液体 它的浓度几乎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那刚才测的就是充足的这两杯呢 就是一个是我们摆的不锈钢球 还有一个是原摆的金球 那么两杯测出来的咖啡液的浓度 其实是差不多的 不锈钢球的这个是1.32 金球的那个呢它是1.33 几乎喝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感觉这个测了半天 我真的是不想再测了 而且闻杯中的这种咖啡的香气 也相差不大 不管是杯测错息 或者是正常的适合对比 两个球最终出品的咖啡 真的相差不大 那测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心里暗自狂喜 看来某宝的这个不锈钢球 还是挺能打的 那因为原装的这个金色的球啊 如果你买一盒的话 它价格真的是有点贵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真的想找一个下位的替代 这个不锈钢球也不是不行 最后呢我通过这个器具 也让我有了一些的思考 就像pargan这种咖啡器具 其实刚刚发行没多久 就在整个咖啡行业里边 迅速的传播开来 除了有世界冠军的名气之外呢 它这个香气的概念 也得到了行业里从业者的一个认可 所以说你或许已经看到 身边有一些咖啡馆 在使用这种方式来出品手中咖啡了 不过呢我也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就是你愿意花上一千多块钱 来买这么一套充足的咖啡器具 放在家里面研究吗 欢迎弹幕留言来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